巴西近日 封傳一條竹間片段 一個31歲的健身教練 出街找老婆 但就目睹他 跟一個劉樂漢 起到車陣 健身教練把劉樂漢拖下車 將他打到重傷 竹間的過程 更加被閉路電視 全程拍攝 而事件中 最令人不知為何的是 那個妻子 回應為何出軌時 竟然說因為收到來自上帝的訊息 要幫助這個無家可歸的人 所以才主動獻身 而打傷人的健身教練 最終亦被捕 中級網媒報導 事件發生在當地時間 3月9日深夜 巴西三十一歲的健身教練 因為打電話聯絡不到33歲的妻子 非常之焦急擔心 所以出門去找他 想不到竟然目擊到 妻子和劉樂漢 在車內車陣